女孩买了一个玩具屋,可房子里却发生了诡异的事情,人偶会莫名的一栋躲在墙角,就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安妮又打开另一间屋子,这两个人偶也莫名的移动到楼梯口,就连房间里的小狗也挪动了位置 此时安妮心里犯起了嘀咕,她觉得这个玩具屋有些不正常 就在昨天,安妮放学回到家,她突然看到玩具屋的桌上出现了一颗丧尸头 安妮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偶,更奇怪的是,另一个房间的两个人偶居然坐了起来 好像在担心着什么,待在客厅的人偶,脸上也露出惊恐的表情 安妮不敢相信,人偶会自己移动,此时丧尸的头掉在了地上 她伸手去摸丧尸头,没想到竟然还有血 此时安妮的母亲叫安妮去看电影,安妮叫他们不要再乱动 她拿起衣服关上门走了,到了晚上安妮回到家 她迅速跑到自己房间查看玩具屋 此时两个人偶站在楼梯口,正在盯着沙发上的丧尸头 安妮有些懵了,狗子也移动了位置 而另一个人偶躲在墙角处,像是很害怕的样子 当安妮再看到楼梯时,两个人偶竟然不见了 而沙发上的丧尸头也消失了 安妮开始寻找,原来丧尸头跑到了卧室的床上 安妮感觉有些不对劲 她认为玩具屋里正在闹鬼 这个看似普通的玩具屋,其实它是一个鬼屋 安妮发现,自己的玩具屋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丧尸脑袋 屋里的一家人偶,也总是莫名其妙的自己移动位置 安妮为了查清真相,她让母亲带她来到玩具店 买了一个警察人偶,回到家 她发现人偶一家人又挪动了位置 各次是坐在一起吃饭 她把警察人偶放进玩具屋里 她希望警察能帮助这一家人,查出事情的真相 同时安妮发现,那颗丧尸头不知道去了哪里 此时屋外的母亲叫安妮吃饭 安妮坐到餐桌前,双手合十 开始祈祷,希望警察人偶赶紧查出事情的真相 晚饭过后,安妮又来到玩具屋查看情况 此时人偶一家,正在抬头看向楼梯上方 原来警察人偶正在寻找那颗丧尸头 此时父亲出现,这把安妮吓得一机灵 她让安妮赶紧睡觉 父亲刚要离开,安妮一把抱住了父亲 显然她有些害怕 等父亲走后,她拿着手电筒再次查看玩具屋 没想到人偶警察已经倒在地上 脑袋也消失不见 人偶一家人已经吓坏了 其中一个人偶举起手枪对准楼上 安妮再次寻找那颗丧尸脑袋 突然,她在卫生间的镜子里面发现了丧尸 她大喊着让丧尸离开玩具屋 安妮彻底吓坏了 第二天,她再次来到玩具店 这次她买了一个能通灵的印第安人 回到家,她把印第安人偶放进玩具屋 希望这次能保护人偶一家 晚上一家人在看电影 但安妮的心思一直放在玩具屋上 她担心人偶一家人会被丧尸杀掉 等父母睡着后,她迅速回到屋里 拿出手电筒,再一次查看玩具屋 她发现人偶一家人同时抬头张望 原来印第安人已经到了卫生间 可丧尸并不在这里 安妮继续寻找 她抬头一看,印第安人已经来到卧室 突然手电筒闪了起来 再一看,印第安人的身子探出了窗外 脑袋和手已经被残忍削掉 安妮赶紧查看人偶一家 而丧尸正在人偶一家人的身后 安妮大喊小心 此时,她听到母亲在叫自己 她赶紧跑上床,假装睡觉 母亲以为女儿在做噩梦,想要陪她一起睡 安妮看了一眼玩具屋,拒绝了母亲 母亲安慰女儿不要害怕 随后离开房间,安妮又一次来到玩具屋 此时她发现两个人偶已经被残忍杀害 脑袋全部消失 而丧尸的脑袋出现在另一个人偶的脖子上 吓得安妮直接拔下脑袋丢在地上 立马躲到床上 但她一想,不能将丧尸脑袋放在自己的房间 于是,她开始寻找那颗丧尸头 安妮来到床下 没想到的是 丧尸的脑袋变得和球一样大 安妮赶紧把丧尸头塞进玩具屋 同时嘴里还说着 你不属于外面的世界 不要再这样了 安妮已经吓得全身哆嗦 第二天,安妮让父亲卖掉了玩具屋 买家竟然是一位老人 他打开玩具屋 结果丧尸头又出现在人偶的脖子上 电影结束 如果我是安妮的话 我就会把真子放进去 真子大战丧尸 想想也很有看点 如果你是安妮 你会怎么做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 我是王瑟 点个赞,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